嗨大家好 今天的这一期小红书呢 大家都没有ready 只有我一个人ready了 今天这一期小红书呢 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防晒会用到的东西 包含但不仅限于防晒霜啊 什么防晒flush 现在是summertime 越来越夜了 太阳越来越晒了 所以防晒非常的重要 我以前一直都没有很注重防晒 尤其是生完孩子之后 你有时候带小孩下去玩什么的 你就经常忘了抹防晒 然后那一年啊 皮肤老化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之后呢 我就开始慢慢的注意起防晒了 那今天这一期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我们团队大家的防晒用品 今天只有周泽平 他说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还有球姐说他 他不用防晒产品的 这是团队是在外面的人啊 对 你也没有啊 你也没有 这个人也没有防晒 我为你我有防晒 我只是不用而已 好关掉 他也没有防晒 手指防晒 他也没有防晒 哎呀气死人了 好那就先从我开始吧 先从一些比较常规的防晒霜什么的来说啊 好我们先说最常规的就是兰蔻的这个小白瓜 大家都知道吗 知道 兰蔻这个防晒啊 我就觉得它很像乳液 然后涂在脸上不会有负担 然后后续底妆呢 也不会觉得打架什么的 它是用洗面奶可以洗掉的 这个我之前拍视频已经说过了 我们就不再赘述啊 然后呢 我最近有时候化妆前 会用这个 精纯的这个 这个是属于隔离吧 但它的防晒系数很高哎 SPF50 PA4个加好 因为它是自己本来是带这种 浅浅粉色的这种润色和提亮的 所以如果皮肤底子好的话 我觉得像爱姐求姐这种 直接抹个这个当底妆就可以了 它抹完之后皮肤就会有一个提亮的感觉 粉粉的 但反正精纯的这个隔离啊 还是防晒 我最近是蛮喜欢的 就是嗯 不错 就是有点贵 这是我日常有时候会用的一个 叫哈吉 哈吉 反正是一个日本的 它这个应该是蜂蜜呀 还是什么的那个意思 它就是那种 很滋润的那种防晒 然后你看它抹出来的这个质地啊 它是我是觉得它有一点点难推 但是它抹完之后呢 感觉也还不错 就是挺滋润的 但是我觉得夏天用了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油 你闻闻 有一点蜜花香 来你们闻闻 来两位姐 奶奶的 奶奶的 嗯 奶奶的不算是打成标题 别人都觉得在买 奶奶的 哈吉的这个也是SPF50 PA4的加好 它的味道蛮好闻的 有一种奶奶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它 滋润度肯定是不错的啦 这个牌子的基本上所有东西 我觉得滋润度都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肤感啊 比起这个小白管和精唇 就要差很多 你看我抹到现在 它这里还是有一点油亮的感觉 但是精唇这里就感觉已经沉膜了 然后就相对哈吉的这个来说 要干爽一些 哦 这个防晒是我2021年的3月30号买的 我一年都没有把它用完 说明我出门的次数很少 然后这个我主要是因为它比较滋润吧 还是因为什么买 这个要358块钱哦 这个比兰扣的小白管还要贵 但是我觉得它的使用感 比兰扣小白管要差不少 感觉更油一些 然后沉膜的速度也会更慢 反正这个就无功无过对我来说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我日常一直用的 一个Ultra Thumb 这个 这个就是 我平时一般出门 我会用 但是我不会用它上底妆 然后不会用它去重要的场合 就你说一般 比如说下楼做核酸啊 或者说带孩子出去溜个包啊什么的 我一般会用这个 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浮感不太好 我记得它这个防晒的这个力度啊 是很强的 但是它确实就浮感不好 然后有时候抹在脸上抹不好 会有那种白啊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因为我之前看那个谁 李贝卡推荐过这个防晒 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它掐了饭 因为这个它说是敏感级适用的 所以我就买了 它这个我用完之后呢 脸部确实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适 但它就是我觉得 还是说来说去 我觉得现在防晒啊 除了拼防晒指数之外 拼它还就是浮感 然后气味 然后上脸会不会假白 会不会泛白 会不会什么反流光什么的 所以综合下来 这个日常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会需要跟底妆的话 或者是你要见个什么人呀 或者什么 我觉得用它稍嫌有一些 请问 请问 防晒霜是用在哪一步的 要在涂粉底之前涂防晒霜 防晒是护肤的最后一步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是防晒 妆前乳跟隔离 三选一 比如说这个是防晒 这是隔离 或者说 或者是这个是防晒 这是隔离 这个假设 假设这个是妆前乳 这三个都有防晒指数 就选一个就可以 那个真的是物理防晒 哦这个是物理防晒啊 是有很多物理防晒 物理防晒那上海都很快 哦对 那对不起 我错怪你了 所有的物理防晒都是这样的 我用过理副全 还是哪一个 物理防晒上海 哦那个物理防晒 那就一个 你就感觉一忽了一个白色的假面 现在一般的防晒 好像都是物化结合 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结合 那这个如果是物理防晒的话 我一下就原谅它了 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买东西真的不看它到底是物理防晒 还是化学防晒 那你是怎么被中逃的呢 因为它说这个适合敏感肌啊 我对所有适合敏感肌的东西 我都很避而入 对 这个我记得也是说适合敏感肌 也确实是适合 就是我有时候脸 去年有一阵脸过敏很厉害 我用完这个脸上没有什么不适 这是我那个回购的一个 蓝胖子 蓝胖子 这个蓝胖子我觉得真的蛮贵的 这个也要三百块钱 但是我觉得比它还是要便宜 这个蓝胖子 我为什么买它 其实它的肤感我不喜欢 但是我这个呢 我是不用在脸上的 它是我看过很多的 小龙说的博主推荐是 你不管去海边也好 你不管怎么出汗也好 你不管是怎么晒也好 你军训也好 怎么着也好 你就这个防晒是保证 你不会晒伤 不会晒黑的 就它是一定有用的 但是它的肤感我不喜欢 我们倒一倒 第一次拆开啊 这个真的是我昨天刚刚收到货 这个肤感我老觉得它 就是那种反应 就我们说是那种 粉粉的 粉粉的那个感觉 它涂完的感觉是 你今天洗完手 去做运动 三十分钟之后 你就发现手上怎么 你的意思就是脏了 脏了 它就是我以前 对于防晒的那个感觉 但是它因为真的很强大 所以我脸不用它 我脸用它是有过敏的可能性的 但是我身上用它 过敏无所谓 那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不浪费 我很少去曝晒的 但是我觉得夏天得备一瓶 你这样会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还有为什么买糖 我大学的同学 他从大一开始 就每年一瓶自生糖的防晒 你从来没有见它晒黑过 他就说这个是他用过 就是好用 怎么晒都晒不黑 军训啊 什么去爬山啊 都是涂这个 所以我是等于是 很多年以来就是被它种草了 然后以前觉得太贵 没有买 现在有钱了 每年买一个 放在家里面 我就开心 我哪怕不要 我看着开心 我最近经常看 小文书博只说 就是如果你一年 一个防晒霜都用不掉的话 你肯定有问题 对 说明你要么就是 抹的量不够 要么就是 不充分 那像我这种就 分外的奢侈 我不仅如此 因为蓝胖子 我叫它很好用 我买了一个这 这是我去年 还是前年就买的 高妆了 对 这我觉得你会喜欢 你看 补充防晒吗 对啊 它就是你可以直接 给它涂在身上就好了 我觉得这种补涂 真的很方便 尤其是你去海边啊 或去什么郊外游玩啊 你比如说 尤其是后果领这种地方 抹防晒不很麻烦吗 你想给它擦一擦 或者像这种 什么肩胛骨啊 什么锁骨这种地方 叫擦一擦 但这个是不是会 有被我中草到 没有 我主要是不知道 我知道它用来干嘛了 但 太剪了 这个已经出了 好几年了好像 我哪里 哇 掉出来了 我的天 大事故 可能是因为 太久没用它化掉了吧 它有点伤心 我好像之前 拍小龙书还说过 防晒主要看 两大集团的东西 一个是自生堂 一个是欧莱雅 所以说像欧莱雅 其他比如说 欧莱雅小金管 然后蓝蔻什么 小白管 说他们的那个 防晒都很强 然后自生堂 它旗下的那些防晒 也很强 就他们好像 用到的科技都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集团 它的核心科技 应该都是一样的 安耐晒我觉得 我的脸用它不舒服 而且它会有那种 刺脑 很刺脑那种感觉 尤其是我脸部 属于下半部分 很容易过敏 我涂上之后 尤其是我开始 有一些过敏 我涂上之后 我就觉得这块 要开始发出来 我觉得摇摇的 基本上都有点 防晒霜的感觉 所以用下来 还真是这两个 是最没有防晒的感觉的 它就更偏 尤其这个更偏乳液 这强调不是蓝蔻的饭 这真的不是蓝蔻的饭 也希望蓝蔻 如果想给我们掐饭的话 也OK 好 这些是我的防晒 说 然后要说一个很厉害的 什么样 帽子 这个是老胡 曾经忘了哪一年 是我 是我生小孩之前 送给我的了 脸基尼 我不是脸部 很容易过敏吗 所以老胡有一年 他就吃饱撑的 他上网给我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被称为脸基尼 但是呢 他的学名是 那个骑行头套 他那是家荣的哦 保暖 保暖没目的是吧 他这个可能是给人家骑行 比如说什么 凌晨两三点 冷冷的 可能是给他保暖防风 这个东西啊 我一直想把它处理掉 但是这个东西呢 一直在老胡的这个 衣柜里面 我今天就问他 我说 我说你以前送给我的脸基尼 你在哪啊 他回我 你是又要黑我吗 那已经警觉了 好的 这些就是我的防晒产品了 下一个 邱姐吧 我呀 一个拥有很多防晒产品 但是从来不防晒 我又有防晒产品 这位女士 从今天早上 跟我们说 你带那个防晒产品的 然后呢 我昨天就有预告过呀 你昨天预告过 但是我也来不及买呀 你不是现摆的吗 你说附近超市代购的 然后这是我家 就是我现在能够找到的 仅有的两瓶 纯防晒功能的产品 然后呢 这个呢 它2021年10月份就过期了 然后它现在还有95%以上 这个安耐晒是什么 脸用的 哦 这个是敏感级用的安耐晒 发现过期了 三年哦 那我那也过期了 我死活放了三年 我还说如果过期了的话 它的效果就不行了 然后就我也没怎么用 然后这个呢 就是是我后来 有一次这瓶出去玩 用完了 然后我买了瓶新的 然后就再也没有用过了 然后放在我们家 这个我也有 尤其是在剧组的话 我照有很多演员 是用这种防晒喷雾 去补防晒的 但是我最近看到 很多科普说 说不要用防晒喷雾 说很容易吸入 就是它那个喷雾嘛 就你不知不觉 你就吸进去了 它不仅仅是连 脖子啊 身材什么 你可能都会吸入 然后它对你的身体 有内而外的防晒 很有害 然后说它这个喷啊 你要喷很多很多量 才能起到那个防晒的效果 现在所有东西 都添加了SPF 多少多少 然后你脸上 每天涂了那么多 感觉已经很够防晒了 就不需要专门在 对 我说的防晒产品 不是说只是防晒霜 是包括比如说帽子啊 那我也不用 你的底妆有防晒指数吗 这个其实也属于防晒品 像我今天就没有涂 那个专门的防晒 我就涂了精纯的那个隔离 因为它也是有防晒指数的高 那个就是就属于防晒啊 那你这个不叫 从来不用防晒产品 你那个就是防晒产品 因为我不出门 是因为它的那个效果 我不是不出门 你出门出的很多 骑车了 我会在那种 太阳下山的时候出门 然后要不就是 日落而坐 对 要不就是打车出门 我当了你不去露营 就不下地干活 北京招我很久 但它真的很白 少出门 比啥地方是多重要 走呗